关于方言方面,圣经也说,他们是讲奥秘的,神的奥秘,而且是人不能明白的,所以方言不需要明白。 当有人讲方言的时候,就是用灵与神,领受神的奥秘,就是在这个讲方言的时候,我们也应该去感觉神,爱着神,这样讲方言,不要去空白,心里去爱慕神,喜欢神,与神连接。 不能明白,不要紧,因为圣经也说需要翻译,但没有翻译也不重要,因为为什么要翻译,就是带领一个聚会的手需要翻译,但如果你不需要带领你自己祷告的话,你没有这个方言的恩赐,你就继续讲,继续领受神的同在。 对我来说,不要单用方言,其实很多我是觉得用心灵爱慕神,从心灵胜出发出对神的爱,意思也是灵的祷告,甚至有说灵的祷告,有悟性的祷告,这是从灵发出对神的爱,也是神喜悦的,也是越来越经历神的同在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